古代智者相信饮食是调整身体健康的关键 他们提倡饮食的均衡和多样性 以确保人体获得充足的营养物质 根据营养五行的理论 选择不同的食物可以平衡身体的能量 促进体内的营养平衡 例如在寒冷的冬季 人们会倾向于食用温热性的食物 以帮助身体保持温暖 而在炎热的夏季 则会选择凉爽杰暑的食物 另外根据个人体质和健康状况的不同 智者们也会针对性的调整饮食 以达到最佳的养生效果 二 调理精气 古代智者认为 精气是维持生命活力和促进身体健康的基本元素 他们主张保持身心平静 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 以充分保存和调理精气 古代养生术中的气功 太极拳等运动 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三 纠正脏腑阴阳之偏 古代智者认为 人体的脏腑功能和阴阳平衡 直接关系到身体健康 他们研究了大量食物的性质和功效 并将其纳入饮食条理中 与纠正脏腑的偏差 例如饮食中加入有助于肝脏净化的食材 能改善肝脏功能维持阴阳的平衡 四 预防疾病 延年益寿 古代智者相信预防胜于治疗 遵循适合自己体制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能够预防许多疾病的发生 他们提倡节制饮食 同时 智者们也强调 适时的运动和休息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以延年益寿 总结而言 古代智者的饮食养生理念 深受传统医学所影响 他们以调和阴阳 调理精气 纠正脏腑偏差为主要手段 强调饮食的均衡和多样性 以预防疾病 延年益寿 这些智慧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成为人们在现代生活中追求健康与长寿的重要参考 遵循这些古代智者的建议 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维护身心健康 享受美好的生活